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亚瑟老师Lawrence 最近很多同学,尤其在多伦多的同学 准备去考这个机考 然后今天请到了一个刚刚考过机考的Eason同学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机考的考试经验 Hello,Eason Hello,Hello,Hello 帮我们分析一下你这次机考的经验,好吗? 可以,没问题 我这一次是在7月12号 然后是在Perset Solution 在Downtown的一个考点 应该是在Yong Eglinton 对,然后那个考点是停车很方便 它那边有一个,它直接就到它的Building Building的停车 对,低亚停车场 然后上去就是考场 然后它的口语考场和这个考听力阅读写作的考场是不一样的 但是离着非常近 差不多走路三分钟 而且都是在这个Building 它那个Building应该是类似一个mower一样 然后都是在里边穿梭一下就好了 然后它现在的这个规定是靠口语呢 是提前20分钟到 提前20分钟它才会放你上去 不然的话你提前到也没有用 像我的话就是为了提前做准备 我可能大概提前一小时左右到的 然后它就那个保安直接就告诉我说 说你提前20分钟它问我几点考 他说你2点40的时候你再到 我再放你上去 所以就是我们 我们以防万一的话 肯定还是要打出富裕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你打出大概提前可能40分钟左右到 然后那20分钟你在附近等一下 Yan Eglinton它是有一些construction的 所以开车的同学要稍微提前一点 对,是有这个问题 对,而且还非常取决于你在什么时间段 像我是三点考试 那我一两点到的时候其实还好 但是你如果是在别的时间尤其是你早上考试 9点考试的话那早上有可能会堵车 最好是打出提前的时间 对,然后我的机考的时间是5点 所以就是考案室大概也就是3点15 15分钟左右嘛 然后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对,然后机考它是要提前半小时报到 也就是说5点考试4点半的时候 你就要先去报到 然后它会可能让你签个字啊 或者说看一下你的护照信息 注册一下 注册一下 有没有照相呢 照相是你到上去之后进了考场 它肯定还是有照相的 然后照相是需要让你把口罩摘下来 然后全程都要戴口罩 然后手套不需要戴 对,这个其实蛮好的 因为戴手套真的挺不舒服的 我自己之前做练习的时候是戴着手套来打字 然后半个小时就已经废掉了 那这个真正的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没有预想到的这种情况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觉得就是机考的话肯定还是跟笔试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尤其是你在机考的话 大家都是用电脑 那你肯定是没法做笔记 然后它会给你一张纸和笔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些 但是肯定是不像是你这种笔试这样子 你可以在卷子上面可以画圈啊 或者说做一些写一些关键词 那你唯一的方式就只能highlight 然后它highlight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自己做练习的地方那么容易的 直接就highlight上 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小步骤的 你相当于你需要用左键 你先把你想highlight的地方先画出来 然后点右键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选项 highlight 然后你再按highlight 听起来比较complicate 对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简单容易操作 对 然后所以你可能在当时你提前知道的这个步骤 那你可能操作起来会稍微好一点点 那你刚才说的右键的话 有没有复制或者是粘贴那个选项 好像是有 但是其实我们正常来讲用Ctrl C Ctrl V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方便 然后而且尤其是这个对于阅读的话 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如果用Ctrl C Ctrl V来copy原文中的答案 一个是不会出错 也不会有拼写上的出错 然后其次是你不用再考虑那些单复数 以及这种大销写的问题 你就直接把原文中的答案就copy过来了 而且省很多的时间 太棒了 因为你光是整体的时间 你如果自己打字的话 你起码你都要花个五分钟以上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它机考的时候并没有答题卡 直接是你听到什么就打进去什么 是吧 对 然后听力阅读是完全没有答题卡 然后阅读的话就是60分钟 到点自动提交了 所以就是你要在60分钟之内全部检查完 确保你所有的填供都已经填好自己的答案 然后听力的话它只给你两分钟 就是说两分钟的话它就不像机考 这个笔试这样有10分钟 然后你可以去讨答案也好再去思考 其实这两分钟就是给你检查的 就相当于你就是只能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空 是那个没有填 或者说一些大小鞋 你再自己改一下 就basic检查 并不是深度的去考虑题了 对 这个要求需要稍微高一点 对 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机考 它就是它机考的话都是分平的 相当于你是两个屏幕 然后尤其是这个对阅读很有帮助 相当于你左边就是你的那个文章 右边是你的答题 所以其实的话 对于你整体的来这个感觉 还是会更好一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阅读的话 它我记得是有一部分的题 就比如说像true force题 或者有一些matching题 它是不能在题目中highlight的 对 我详尽办法它没法 它有一个bug是吧 对 然后你只能在文章中highlight 然后一些题目你是没法highlight 包括一些选项你是没法highlight的 所以那个的话 你如果当时发现你不能highlight 那你就要快速的身体上 再争取多一点时间 而且更要仔细 对 就是一定要在那 看清楚那些关键词 对 好的 然后刚才你提到了 就是做题的时间 它没有考官会提示你 所以你要自己掌控那个时间 是吧 对 它这个时间的话 就是完全没有人提醒 然后它会有一个倒计时 然后在这个屏幕上面 那就比如说阅读它60分钟 然后它会在最后的5分钟吧 然后它可能会变成红字 然后稍微提醒你一下 对 但是整体它不会像比试那样子 它会有人告诉你 还剩20分钟 还剩40分钟这样子 而且在全程当中你是可以戴耳塞 然后的话是 像我那个考场 它是给你发了耳塞 然后你要坏了 或者还需要 它还可以再管它要 然后你戴耳塞的话 一个是可以很好的 就是 就是更加的这个 隔音 对 隔音 然后更focus 然后再加上就是 你也不需要 因为有些人 它其实是不希望听到 那个你20分钟40分钟 它会打乱它的思绪 对 但是这个有好有不好 你自己的话 也要就是更加的 好好的这个manage这个时间 一定不能就是 到最后写不完题呀 或者说由于 一直卡在一道题 然后这个时间分配上面不太好 对 然后口语的话都是一样的 口语的话和笔诗都一样 都会在单独的一个地方 和考官一对一的这样子 去做一个考试 然后写作的话 我是觉得 也是有好有不好吧 我觉得个人来讲 我觉得其实好处还是蛮多的 因为你打字的话 如果你平时自己训练到位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你的速度提上来的 然后像我这一次的话 写作正常280字的大作文 然后17080字的小作文 然后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 对 然后但是你平时自己手写的话 你写的再快 你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极限 对 但是你打字的话 如果你真的快到一定的境界的话 其实真的能比手写快很多 而且不会因为什么自己潦草 或者因为一些这种笔误什么的 然后反倒是让别人认为你这个单词是错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平时练习当中 如果练到位了的话 机考还是在写作方面还能省下时间 嗯 太棒了 谢谢你 对 感谢Eason同学的分享 然后呢 希望大家在做机考之前的做好春分的一个准备 尤其呢是在一周前 要专门的去练习这个写作啊 和一些打字的一些方法 OK 如果你觉得Eason同学的分享非常有用的话 你请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然后呢 还没有订阅同学 或者抓点时间订阅 因为我每周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雅思考试的备考知识 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